今天独立在线也要同样的跟公民心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的娟如来联系 娟如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娟如今天要跟我们谈什么话题呢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场游行 也就是移工游行 移工每两年都会上街游行一次 那往年的诉求呢 他们都是最基本就是我要休假 因为外籍移工你可能很难想象 尤其是家庭照护的看护移工 根本就是全年无休 但是今年呢 移工游行呢 他们换了一个口号 在人口老化的当下 台湾是非常需要这个一个完善的长期照护的制度 所以呢 这个台湾移工联盟 以及中华民国家庭照护者总会 两个呢 一起来规划这次的移工游行 那共有五六百人来上街 诉求台湾的这个长期照护的制度 要纳入外籍移工的人力 这次一样 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同样的到这个游行的现场来去做记录 去做拍摄 可不可以请均录告诉我们现场的状况是什么 呃 大家可以想见台北这边这几天都是湿冷的天气哦 那12月15号这一天礼拜天呢 移工游行也是不例外哦 来自印尼 菲律宾以及越南籍的外籍朋友 大家脸上呢都贴着这个红色的水滴 象征的流血流汗哦 那身上穿的是染红的衣服 就是血汗移工的一个形象 可是大家呢依旧是活力满满 在卫生福利部前面来结合 那他们还准备的道具是推着行政院长江仪化的人形立牌 上面呢写着要建构全球最完善的医疗照顾体系 因为这句话是我们院长讲的哦 而且他们还有推着轮椅哦 一路来走向这个总统府前面 嗯 当然呃 菲律宾一开始跟我们提到说 这一次的这个诉求跟过去无法不同 可不可以再更具体的告诉我们这一次 呃到底有什么样的主张呢 呃过往是说我要休假吗 可是今年呢 虽然说还是没有休假哦 那他们这次的诉求总共有三点 第一个呢就是全台湾的家庭照顾者 以及我们的移工呢 要纳入这个长期照顾的人力 那这一点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跟大家说明 第二点呢还要废除个人看护者的制度 第三点呢希望政府要立法保障家务工 嗯哼 这边刚刚谈到一个所谓长期照顾的这方面的需求 那我们知道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哦 那当然需要长期照顾的也不是只有在高龄化的这个人口 或是这样的一个族群哦 那到底现在台湾长期照顾的这样一个需求是什么 我们来想象一下哦 那个移工没有休假 如果你自己呢是家属 你没有聘请移工 你是自己照顾家中年老或病重的亲人的话 你可能也会面临到没有喘息的处境 因为没有人跟你换班哦 那也有人说如果我让移工来休假的话 那我就要换成自己平常上班 假日我还得照顾我的亲人 那换成自己没有休假等等的问题哦 当天呢这个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总会的理事长 陈正芬呢 他来喊出要长照保险法 跟这个政府推出的长照法不太一样哦 他不要正院版的长照法 因为呢这个目前长期照顾呢 有移工的存在就没有其他政府提供的服务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哦 等于我们国民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政府没有扮演这个照顾国民的角色以外呢 家总统计 全台约有70万个家庭需要有这个照顾需求 那其中当中呢 家属来自己照顾就占了65% 那另外聘请移工呢 占了28% 全台有20万的移工在照顾我们的亲人哦 那这两者加起来就已经达到93% 剩下的才是一些像机构照顾 或是政府提供的长照服务哦 政府提供的居然只有占3%是非常少的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移工纳入这个长照的需求 从一个体制度化的角度来看 他会有什么样的服务 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个长期照顾的 这个体制来讲 他可以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目前这个行政院版推出的长期照顾服务法哦 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文字制度 他可能还是比较在建构于机构 或是硬体设施等等 在人力上面呢 是排除了家属自行来照顾的人们 以及家庭看护移工哦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移工纳入这个长照机构里面呢 长照机构是受劳基法的规范 那未来我们移工作为机构聘雇的这个劳工的话 这个工资休假跟工时就会收到劳基法的保障 那移工盟呢 当天他们也认为说要废除家庭可以来个别聘雇 移工的现况 因为如果个别家庭需要长照服务的时候呢 再由机构派人 而不是自己另外去雇人 可能不会显得说 可能比较有费用 有经济状况比较优渥的人 他可以去聘请一个移工 可能如果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聘请不了的话 嗯的确啊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长期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过 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龄化的人口 所以需要这种长期照顾的人哦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量 而且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状况哦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游行 一场游行他的确会有他的诉求 那最后这场游行提出什么样一些看法 以及他们在现场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呢 最后呢他们走到总统府前面 那主办单位呢 拉起了一个很巨型的血汗长照的布条 那还由这个戴着马英九 跟江仪化面具的这个两个代表 把红色的液体整个倒在这个巨型的布条上面 那不只淋在布条上面哦 整个就是倒的满地都是都是血红的议题哦 那个移工盟表示呢 政府官员如果继续来延持这个长照法的制度的话 血汗移工以及家庭照顾者 就会继续流血流泪 所以这已经不只是 移工自己提出的一个移工游行的诉求 甚至会顾及到全台湾的这个家庭照顾者哦 那2008年呢 马英九总统其实在竞选的证件之一 就是说要这个长照保险法 那行政院长刚刚提到江仪化也说过 要建构全球最完善的医疗照护体系 那最后所有人呢 是把这个反血和长照的贴纸 贴在两位手掌的面具的那个脸上哦 希望呢可以尽数建立好的长照制度 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家庭照护者以及移工 都可以这个优惠受惠于这个长照制度 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建立哦 特别是当台湾的人力需求这么紧要 以及台湾的这种所谓的长照照顾 有这么大的急切性 怎么样让这个所谓人力需求 怎么样让这 特别是这些所谓的劳有所踪 或者是让这些所谓的 有这种所谓长照需求的人 能够有更好的照顾哦 我想这是有一个所谓的双赢的可能性 有一个多赢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期待我们政府能够赶紧的 去做这样一个制度的实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娟儒来给我们一起联系 谢谢娟儒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你这个烂摊子何时才能了结哦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 私立大学学费调长相关抗议事件 面对弹江世青实践 三所私立大学送交教育部的调长学费申请书 反教育商品化联盟12月25号到教育部前拉起布条 要求教育部退回三校的学费调长申请 实践过去动涨学费的承诺 并且课遵资本利得税以扩大教育经费 优先调降私校学费以及检讨高教松绑方案 并反对学杂费权利下放 学生将三校反涨学费的联书书放入圣诞礼物盒 送给教育部高等教育师专门委员梁学正 并要求签承诺书 梁学正则表示他无权承诺 教育部仍将依法审查三校的申请案 接下来是乐生保留自救会相关抗议事件 12月23号乐生保留自救会青年乐生联盟 再度因为乐生地址危机前往台北市捷运局 要求新装机场工程停工回填土方 乐青表示 自从捷运局的长期安全方案 将明挖覆盖隧道分成南北各十个小工区施工下挖以来 乐生救援区测量到的裂缝就快速的扩大 因此认为裂缝与工程造成的地质滑动有关 不过捷运局北工处处长陈鸿涛 仍然坚持建筑物的裂缝是因为解压效应 并表示这些裂缝补起来就好 乐青于是将准备好的挖土机道具丢向捷运局 表示之后将再前往市政府抗议 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淡水施加古错相关议题 位于淡水的施加古错 在2005年被指定为台北线限定古机 新为新北市市定古机 去年4月市府编列的修复工程预算并开始动工 却因预算被删而停摆 工程在已经破坏许多古机结构的状况下 在今年1月被迫停工 建筑本体则因为受到完整保护而出现毁损 因此12月23号淡水居民王忠明 与台湾绿色库尔协会到新北地方法院 按林控告新北市长朱立伦和议长陈信静 回损文化资产 接下来是全国官场工人相关抗议事件 12月24号平安夜 官场工人前往新北地方法院报怨音 唱着改编歌词的不平安夜 象征抗争一年过后 还要让总统听见官场工人的心声 他们要求将老委会对工人追加的民事诉讼 移转至行政法院 官场工人主张 当年官场歇业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款 是按就业服务法第24条给付的津贴 属于公法关系 而费劳尔会宣称的司法关系的消费借贷契约 呼吁法官应雇集案件事实 还给官场工人一个公道 最后是浦安堂强制拆除相关抗议事件 浦安堂代言人李荣台12月25号进入绝食第七天 但文化部依然不为所动 如今浦安堂县址已拆除如同废墟 声援者将些许浦安堂文物移至文化部展示 由于文化部近日正进行搬迁办公室作业 官员完全不理会百年文物的去向与保存 不断要求声援者将浦安堂文物搬走 另外24号上午 台湾护数团体联盟与声援民众来到新北市政府门口 谴责新北市长朱立伦是古迹杀手 破坏土神马祖田浦安堂具有历史价值的文资老术 浦安堂为百年斋教清修圣地 除了建筑与文化资产外 也半生数百租50年老术 但之前怪手及大型机具不但上山拆除新堂的建筑 沿路更推倒不少的老术 王周明批评 从乐生新店14章 新庄老街 淡水施加古厕 与现在的土城普安堂 新北市政府总是为了地产真利 追求少数人暴力 以上新闻是有前一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 назыв tech caus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